风桥家乡约蓝田公安我的风桥故事演讲比赛略移 不需要绚丽的舞台 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讲述我的风桥故事 为了充分展现民警基层工作的精神风貌 不断激发民警服务群众的工作热情 促使大家更加不忘初心 更加亲民爱民 更加努力践行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深入实施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风桥经验 不断丰富风桥经验的科学内涵 切实当好风桥经验的守护者 传承者 践行者 努力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贡献更多蓝田素材和蓝田经验 蓝田公安举办了我的风桥故事演讲比赛 一次次承恶扬善荡气回场 一幅幅为民场景感人肺腑 一张张奉献画面震撼人心 一个个艺术元素冲击视听风桥家相约 我的风桥故事演讲有期 但荡气回场 催人奋进 定会成为蓝田公安的一张精明片